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第五节向左望的时间 有些什么反驳的地方 不是反驳的 不同意见 如果你说巴西和北韩 其实赛前也遇到巴西不可能大胜北韩 其中原因是巴西在邓家执教之下 三年多四年对着打密集的球队都是很辛苦的 对着智利那一场 而巴西主场对玻利维和委内瑞拉都是零比零的 对乃瓜多尔也是打得很辛苦 其实不懂得对着密集球队 就是邓家执教的巴西就是要引你出来攻 为何赢了荷拉一球之后 不会压迫对手而给你自己的半场差 就是希望他在防守反击中多入你一球 如果你说输一比二对北韩那球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东西 就是一个叫拉美尼斯的人在前面 踢人拿出一个黄牌 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场世界盃拿出一个黄牌 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因为你之后如果条路走一场 很容易会影响你后面 最后拉美尼斯就是八强没得踢 这个可能都是巴西不敌荷兰一个主因 那你见到是那一下突然间令到 后面有两个球员突然间不敢犯规的 因为如果正常来说 那个球应该犯规就会令到北韩不能入球 但是因为前面有个队友拿了黄牌 你知道你那一下不可以犯规 突然间失了一个集中力 其实这个是用一个 运动员的心态都可以解释得到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究竟 有没有一些古惑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起码当时会用一个 运动员的心态解释到 为什么那个球会走漏了呢 一来基布图斯迪华曼 二来他不想犯规老王派 那么被人捨入 那这个是用一个 运动员的心态 可以解释得到的一件事 我简单 这些费彩果 现在已经好像无间道 德国 无端端输给这个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两个中坚 一想 一想输那场就飞身去 接国 你真的不要骗我了 德国输给那场不是假球 什么都可以 唯一 泰尔维亚踢得最好就是那场 而德国就踢到完全不懂踢 你可以说 我也会解释 德国对着欧洲的球队 塞尔维亚 假的都是顶班尾 二班头 泰尔维亚很多人 有在欧洲踢过球 德国踢过球 立即防守 他可以解释到 我也会解释 你想我解释 那场球没有假球 我还说得多个理由 都可以 我看过这么多球 你说巴西不懂破密集 阿哥你就是国康 这个是2002年世界一国为材 很简单 我问你 科特迪亚和葡萄亚 是否破密集的能力是否好 比巴西 如果他做得到的事情 破密集只是钓过去就死了 只是钓过去 巴默都死了 是不是 很简单的道理 你说 他不钓过是因为 他要试阵 不想钓过去 又可以 即是我可以跟你找一百个理由 去说巴西为什么要踢成这样 巴西队真的告诉你 他说 我觉得巴西不省 真是愚蠢 他有两场是不尽全力的 北韩和普洪 那我们也有人相信 因为巴西最糟糕就是 他整场智利你看看 智利那场球都那么容易踢 如果你有足球员 你说有足球员 那场球 电话球就被人踢 一样流水幸运 是吗 譬如阿根廷等也是 我都被他骗了 对墨西哥那场 一球是欺利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 一球是人家送的 其实只有一个漂亮的球 就是迪维斯射的球 那你才赢墨西哥一比零 但这个三比一 真是厉害了 厉害 阿根廷等就厉害了 对吧 对德国 我这场球 你告诉我 你说他不是全场假 我可能相信 后来一定是假 是不可能的 以巴根廷看得这么斯文 我不是说他输四球 他不踢人 是很可能的 是很可能的 现在再咬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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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是很深地看球的人 是可以看到的 他对一对 就是现在最惨的是 他预计了下一场怎么做球 就是好像 以前马会 我不知道是否赌招招招招招招招 换人或者有什么食牢 你不知道 譬如现在换某军 换某军进去就是禁制 不知道 各位 我为什么做这么多 大家 请记住 你认识我 犯 Steel 你不要 你满血 就这么大 不要就这样 你很长很长 因为你 你没有捱路 考看醫生 不需要了肯定と打球 因为你对自己备责 不是对其它人 你怎么想得� 想不到 就照顾自己在你的身上 我喜欢来看球 我猜到底能不能告诉大家 我自己已经是对主人 我自己amp 我看了一場球,我給心機看,看到端藝 我需要告訴你,我頂不醒嗎? 我懷孕了,是這樣的,別試了 大家要記住,賭博不是要證明自己眼光好 賭博是因為你貪念,你不要跟我說話 很多時候賭博很大程度上 跟很多不同形式賭博都沒有太大分別 贏錢也是可以的,你將採詞釋釋補化 大細化就可以了,有些人不免得買 最離譜的就是買誰先開球 在大陸有得到的,你知不知道 誰先開球才有得到的,守國球也有得到 全場國球也有得到,你根本就是利用採詞 其實跟Leven Brothers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跟你掛過那些3A的股票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這麼簡單,有一個採詞大家賭 跟字花沒有分別,現在賭到的 這才是悲哀 即是在長波眼中,現在的足球如果將它 譬如說想要化了,或者甚至是成為一種賭博活動之後 不僅是側右邊,量右邊用 說笑的,說得很簡單 我成隊友,以前沒有這麼多賭博 去談一下長波,昨天幾個好東西 他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糟糕了,昨天巴西又累我輸,他都不講 下場又怎樣 我們過了幾個球,過了幾個看球 現在就是這樣 我以前的隊長很好 以前說,那個球真的好東西 他每天都打星爐,這樣偷球出來 那些球又輸了 他都不講 他完全是用心去看一場球 他就忘記了 其實你懂不懂很多人賭球 或者其實你踢完球的那一集 其實都不會有賭球的習慣 我朋友就是剛剛 早兩天,這個八強的時候 被惠娜搞到他沒有了九萬元 因為他買了孖寶半全彈 最後中了頭三個 去到最後零比零的西伯雷巴克 結果兩個十二萬元都沒事 最後結果被惠娜刺穿了他九萬元 打算用來結婚 這個很悲慘的故事 之後第二天跟他踢球 他都黯然神傷 小時候 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廣播就不會講這些話 現在當然 懷疑那個是假球 懷疑的 你捧哪一隊 跟你有沒有買的那個因素 都掛揮了 這個跟以前那個 比較一個 所謂一個 沒有那麼受到污染的感情 比較順調 現在我發覺有假球之後 我現在看回那些舊的賽事 我都發覺 我自己好不安好 其實可能是假球 為什麼這麼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等於八二年 那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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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盃 巴西輸了給意大利 都要我想想 好了 假球 他不是很開心 很開心 是不是 是不是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你一有了假球 所以其實賭球是一種禍害 因為有了賭球之後 就會有fix 要不然就不用fix 所以賭球是有百害 而不能離 是不是 因為你一賭球才可以fix 難道我們兩個可以fix 馬尤當拿 神經病 打電話給他 我昨天賭了一杯奶茶 你射不射 沒有可能的東西 是不是 是真正的 所以其實賭球是一種 如果你真是一個球迷 你真是令到你 已經失去了足球的樂趣 就等於 你去吃水煮魚 其實你不能吃辣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最後一節 一會見